十件 放在包里离不开的便携是神器 看了都想要 第十名 以后出门再也不怕手机内电了 这是一个可以挂在钥匙扣上的充电宝 用的时候我们只需要把开关打开 直接插在手机上面就可以充电 数据线都不需要 特别的方便 它小小便携 出门应急很方便 第九名 经常需要穿衣服的人 你一定需要这个小东西 它是一个粘毛器 可以粘干净身上的毛絮 脏了用水冲洗干净后又可以恢复粘性重复使用 床上和沙发上的猫毛 狗毛都可以用它清理干净 关键小小玲珑 出门带着很方便 第八名 经常喝水的人可以试试这种折叠水杯 食品及材质 可以装一百度热水 外观小小可爱 出门免得用一次性水杯 携带很方便 只要轻轻一拍一盖 往包包里一放就可以了 真的是太好用了 第七名 精致的男女孩子一定要有个这样的指甲套装 这是我见过颜值超级高的一个指甲刀了 用它剪完的指甲碎屑会自动收纳起来 不费件好清理 家常的瓦耳勺 人润不伤耳道 还有个美甲抛光棒 应该是女生必备了 小小的一个 随身带着也方便 第六名 可以随身携带的小型手电筒 你见过吗 它的照明亮度比手机强 可以挂在钥匙扣上 带小支架 可折叠 带开瓶器 还带磁吸功能 在户外使用还能防水 第五名 连小偷都害怕的卡包你一定没有见过 常用的身份证 银行卡 驾驶证都可以放进去 防盗防消瓷 出门带着也非常方便 第四名 每个女孩子都要拥有一个这样的小梳子 它是可折叠带镜子的气囊小梳子 按压底部 气囊梳子就出来了 软胶齿梳 不伤头皮 梳起来只有巴掌大小 小小一个揣口袋里随时随地都可以补装和梳理头发 各位数就能到手 出门必备它 第三名 送父母个这样的折叠放大镜 以后看药和说明书 读书看报就不用再去找老花镜了 挂在钥匙扣上方便不会丢 给孩子一个观察昆虫植物 第二名 咱包里一定要背上几片这个应急的去自食金 尤其和我一样吃饭容易漏嘴的 衣服上的有点子呀 用它来回擦几下就干净了 像酱油和果汁都可以轻松搞定 还是棉水洗的 干了也不会留印子 独立的小包装 出门带着是真方便 第一名 现在出门不要再带一堆数据线了 非常的麻烦 都扔了吧 来看看我们这个新发明的数据线 它自带三个头 不管是OPPO 华为 Vivo 苹果的手机都可以充 在使用的时候我们只要轻轻一拉就可以了 你想拉多长就拉多长 不用的时候可以自动收回 非常的方便 它还是一根快充 充电速度比九根乌龟还要快 而且它还有一个隐藏功能 滑动打开它就变成了一个手机支架 不管是横着放竖着放都可以